好 那我想問一下 來 我來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袁紅冰 他是一個中國的流亡作家 會流亡表示中國不喜歡他 他被迫要出去 所以他對中國大概沒有好話 我們講實在話 他的書現在可以上了嗎 不可以 他最近就寫了一本書叫《沙佛》 就是在講西藏的十四班禪 是怎麼被中國迫害然後被謀殺 結果在台灣的自由廣場的書店 還有機場的書店都沒有賣 甚至於一家最有名的書店也沒有賣 應該目前台灣最大的連鎖書店 那麼《沙佛》這本書 中國的觀光客來最想買就是買什麼書 看不到的 買這本書 台灣就是個自由的地方 那邊就是因為不自由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台灣的價值就在於 你看我們歌頌共產黨的書也有 反對共產黨的書也有 對不對 台灣的價值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多元 我們自由 我們講人權講民主 結果現在我們自我審查 我們不敢賣 對 因為那一個 不是這個樣子 有一些縣市政府 為了要迎接陳德敏跟陳英寧來的時候 故意要找沒有國旗 沒有中華民國主權圖騰的地方 去宴客 去跟他見面 我們就是自我宴歌 而且馬英九的這個 兩岸外交修兵的政策一直延燒到海外去 我們台北市有一個合唱團到澳洲雪梨去參加歌唱的表演 我們的大使代表處居然要求這個團 都可以秀國旗 都可以講這個跟主權有關的 甚至不能演奏中華民國的國歌 連大陸人一個都沒有來觀看 人家中共代表處也不理你 結果我們自己就因為這樣的一個政策 就像你的自我檢查 他們都可悲 所以福茂還沒有簽喔 都自我檢查成這樣子了 講得好 我在講福茂 其實福茂等同是兩國之間的一個貿易的協議 照理說它是互惠 你好我也好 所以我們就簽這個協議 那通常沒有一個國家說 我為你好 但是你一直不簽 所以我一直施壓說你要簽嘛 對不對 我們跟美國簽協議 也沒有美國說派一個大使來說 我為你好你是怎麼不簽 這樣子 奇怪耶 中國一直施壓 那個就是要把台灣框進去啊 它的一中框架其實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是典型愛台灣嘛 叫統一嘛 它以外表是經濟 其實它是用經濟在包裝政治嘛 對不對 它就是一中框架 它現在一中框架分幾個方向嘛 經濟上的框架 ECFA服帽接下來貨帽 軍事上的框架 它已經逼你承認 我的防空識別區了嘛 全世界都是先貨帽再服帽 對 只有台灣是反過來 對 絕對是貨帽嘛 一定是物品優於人員嘛 對啊 物品貨物一定是先這個往來 然後才是這種所謂的服務的人 人的這個服務的這個部分去處理嘛 前陣子啊 哪有我們這樣倒過來的 為什麼全世界是貨帽優於服帽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服帽因為牽涉到人的就業 勞工 尤其是弱勢的產業的勞工 可能會因此失業不方向家 因為它影響很大 所以大部分都是貨品貿易 大家先試一段時間覺得 OK 沒有問題 你看我們最近跟紐西蘭新加坡簽的 都是貨品嘛 可是中國為什麼要跟台灣反其道行 正因為它知道 服帽影響很大嘛 我要促進統一啊 我要促統啊 所以我當然是服帽吧 要加速啦 對 你剛剛講的沙佛 現在成品不賣 服帽簽了之後 記不記得服帽有開放印刷業 將來不是不賣的問題 是這本書連印都沒人幫你印了 沒有啦 成品這次的妥協 我們真的覺得看不起來 因為成品書店是大家多麼的支持努力 把它撐到今天的對不對 你還有點文化人的成分在吧 你現在完全是商人的嘴臉 前一陣子 因為它是在上海開啦 是啊 對啊 你就為了你要在大陸這個投資 對不對 你連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人的一個堅持 都沒有 所以再商言商嘛 沒關係 現在就出現 台灣人的力量 一定可以再拱另外一家成品出來嘛 我講一個對比 前一陣子呢 叫飛城勿擾成品 前陣子一個 飛城勿擾書店 一個女歌手叫張璇 大家對她可能比較陌生 張璇 她在國外演唱會的現場 她拿台灣的小國旗在揮 就現場就有大陸人 一個女孩子就搶 你不要把這個演唱會弄得這樣 犯政治化 結果張璇就回她一句話 這怎麼會叫犯政治化呢 請問一個人 拿著他的國家的國旗拿起來揮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你卻覺得這有鬼 你不是才犯政治化嗎 回得非常好 一個女歌手可以拿國旗 台灣的警察 不准台灣人民揮國旗 台灣的總統 對於航空識別區 不敢拿出來搖旗吶喊 不敢喔 你連張璇都不如 更何況 你現在講的經貿也好 或是什麼書局也好 這些人都比不過兩個字張璇 你說台灣人丟不丟臉 你說我講這個故事讓你聽了 後面覺得 那我讓張璇去幹總統好了 你講到張璇我就講 張璇講一句話 就是那個事件之後講一句話 讓我感動到今天 他那時候在講到說 他北京的演唱會 不是因此而取消 張璇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不能一邊賺錢 一邊讓人傷心 請問陳品的吳老闆 你是不是一邊賺錢 一邊讓台灣人傷心 台灣有多少台商 你去賺錢我都不反對 可是你不能一邊賺錢 一邊讓我們傷心 很多台商是台灣人 用台灣人的錢 台灣人的力量 把你拱上去 讓你今天可以到中國去投資賺錢 可是你為了賺錢 卻讓台灣人傷心 張璇這樣北京演唱會就開不成了 確定了 他不開就不開 而且你看 他明講啊 我們不要賺那無所謂啊 張璇的哥哥媽媽講得多好聽啊 他說張璇去不成 是北京的損失 不是我們的損失啊 我女兒歌聲這麼好 唱的歌這麼好 創作寫得這麼好 她不去 是北京的損失 不是我們的損失啊 英拔像你知道嗎 交人和啊 交人和是第一代去做一個談判的 而且是很有文化底子的 沒錯 酒量又好 一個張璇 他們到底是在怕什麼啊 為什麼心胸這麼狹小啊 沒有啊 他不是心胸狹小啊 他是做給所有其他人的對手看 你想拿國旗 你就別來我中國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看喔 中共的手法是 他覺得你今天敢揮國旗 你下次就會像韓國一樣 在這個國際的倫敦的奧運上面 你直接就有沒有 披著國旗 披著國旗 披著那個獨島是他們的 這樣跑 中國絕對說不能讓你精敦蠶食 所以最小的一粒沙子都容不下 但我要講的是說 那現在這個世界各國 就看出了中共這樣的撇步 我們沒有看出來 是故意沒看出來 還是根本連嗆都不敢嗆 嗯嗯嗯 來 我們休息休息 進房子上了